第十一個步驟的部分 因為我是自己改買這種現成的 裡面有阻尼的 裡面是有阻尼的那種避震器 所以比較好一點點 是說比較好 那就可以免去第十一步驟的組裝 現在就可以來做避震器的鎖固 避震器的鎖固 基本上這個高度應該都已經設定好 這高度他們都已經設定好 所以我不用再重新設定 那我們現在 現在要求的是 現在要裝後面的 這是後避震的部分 這是後避震的部分 上半部 開始 購物 換成 之後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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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邊很好鎖 你看這個螺絲都好 這個螺絲都好鬆 有点害怕这个会掉 等到时候要去换一下 要把这个螺丝换成像这种 要换这种比较粗芽才有可能去锁 还蛮这样可能,我害怕那跑一跑 等下掉了 看一下两边高度 基本上已经有避震了 还蛮好玩的 第一次自己组装有避震的车子 这样子我们后面 避震器装好,然后装前面避震器 下方的螺丝会松掉 因为这个真的 很不紧 这真的很不紧 好,我们现在把避震器都锁上去 看一下行程有没有去卡到 还是怎么样 好,那基本上 我们已经把 第十三个步骤 就是把 后面传动部分 跟前面转向部分 做一个结合 好,这边的话 好,这边的话 後面是電控部份的配置和裝飾 這樣大致上就完成下半部的部分 整個大戰,剩下看後面就是電控部份的配置和裝飾 所以走到這一步,我們算是已經都快完成了 這邊的說明書講到 如果在這個步驟,你有發現到這個軸的部分是歪的話 就有可能需要調整一下這個擺幣的部分 因為剛才我們在前面已經稍微調整了一下 剩下這一邊比較奇怪 這個比較奇怪 剩下這一邊比較奇怪 它是往前面,所以等一下要把它拆掉,然後重新組裝 剛剛我們已經把這邊都組合好了 現在是要把遙控器的部分 還有側邊的一個衡量部分把它鎖上去 OK 另外這一邊它... 另外這一邊它... 我們那邊是裝好了 這邊是裝好了 然後另外這一邊它是第15步驟 第14步驟,我現在跳第15步驟 第15步驟的部分 看一下 喔! 好可憐 發現我裝錯了 幸好是在這個步驟發現 要不然等一下這一支一鎖上去那個 就很難鎖了 後面的部分 後面要拆掉不好拆 OK 這是要往裡面的 這邊也錯了 OK 給鎖好 把這支架鎖上去 OK 剩下鍋桶 手放進去 然後我們擦這個是天線座的部分 天線座在這邊 還有一個天線座要來弄 OK 鎖進去 然後我們擦這個是天線座的部分 哇 慘了 剛剛忘記先鎖 剛剛忘記先鎖 這個上去了 這蝦子難鎖 所以這個是 MA3X10 慘了 忘記鎖這個上去 現在鎖不上去了 這個要整個拆下來 這邊要整個拆下來 順序不對要整個拆下來 這個也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要先 哇 我整個的順序都是錯的 那 這樣子的話 變成說 遙控器要先裝上去 就是這個 這個 變速的這個要先裝 然後這個 天線這個部分也要先裝 要不然等一下 這個 天線部分也沒有辦法裝上去 OK 雙面膠 就把這邊黏上去 把我們這個 控制器黏上去 黏這邊的時候 要先 先存 因為這都會有油 所以 我這邊是用一點 酒精 這是酒精 然後把這邊擦一下 再擦一下 把上面的油都擦掉 這樣子等一下 我們在黏的時候 就會黏得比較牢靠一點 OK OK 看一下 這正正用 好 再黏上去 然後我們這個接收機 接收機不用太大 OK OK 接收機在這邊 這邊 結果 這個電線的先來整理 先把天線的部分先鎖上去 這個 這要先穿過去 這邊比較複雜,這個開孔非常小 這邊的這個開孔非常小 這聽線的開孔非常小 很害怕我的聽線被它夾斷掉 好,鎖上去 架子鎖上去 OK 天線的部分 算是完成了 OK 天線的部分走到這邊來 然後它有說 這個線路要從下方往 就是下方往上面繞 下方往上面繞上去 然後跟這邊的電線做結合 OK 好 馬達線的部分這樣接好了 就剩下這兩條線 再等一下我們再整理 然後天線的部分也OK 好 剛剛我花了一點時間 把線路重新整理 然後也把這邊線也都整好了 然後把線固定在這邊 然後天線,然後所有的安排 好,包含開關 因為 這一個電子變速器的那個 開關的線很短 所以我開關只能坐在這邊 OK 它不能像它的 它原本只是說明書說 是這樣黏在這邊 沒有辦法 我只能坐在這邊而已 OK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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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